參觀酒庫、體驗、蜜草DIY的手作過程 一樣都是做農產行銷的長風團圓 這世紀買中,也都時間不足買起來 這由農委會水報局南島分局安排 來到新郎明天請基盤的農村社區企業 事務建設活動 希望提供大家合上合適交流的機會 今天很難得把這些葉子帶到我們的夢工廠這邊來參觀 來學習 真的大家就是互相要切磋啦 把一些新郎農會好的一些技術 還有一些想法裡面可以供給這些學員來學習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安排了一個座談會 我們還有一個手作的體驗 我們還有整個園區的導覽 所以就是當然要符合一些防疫的措施 所以有一些地點是他們沒有去看到的 非常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很多業者也表示說 新郎農會這邊做的真的是很不簡單了 一個小小的農會 所以一顆青梅可以翻轉出那麼多的產品 真的不簡單 所以每個人都洋溢著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就是說水保局安排的這個新城是非常非常棒的 學長梅耀瓶工程也分享這幾年來 成功的產品行銷案 以及相關行銷作法 並要邀請第一名是品氣夾協議 以及中興大學新武科技教授 共同來進行經驗交流分享 讓參考榮友感到收起很多 那能夠讓我們的通路 能夠針對產品線 然後也跟他們分享 從設計的包裝面 然後從產品的研畫面 另外一個是從定價的策略面 然後最後到行銷端 如果把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能夠通路一起來協助 那我覺得攜手合作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當產品開放出來的 那能夠套通路 然後透過通路的團隊 然後我們一起來協助我們台灣的一個農特產品 那一個很重要也是跟青農 或是我們農設計正在成長中的好朋友去分享 事實上把它變成一個品牌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充分發揮我們農產品的特色 透過好的加工手段 透過好的行銷的通路 我相信我們未來一定可以共同學習的更多 收到以前影響 很多有農民成立的農村社區企業 感到足夠困境 最佛叫南大分教希望 就由參訪明晚天簽的事務建讀活動 對著這些農友可以提供幫助 記者今天算差不多